那再來的話 後面有兩個問題 可能要請各位試著做做看 比如說那個 2020年的那個奧運 我剛剛查一下 2020的 7月的24號好像是這一天開幕 剛剛有Google了一下 剛剛看到結果是這個 這個奧運是這一天開始 剛剛禮拜五 然後在東京舉辦 OK那如果說我想要算一下 到從 到那一天為止 就是倒數還剩下幾天的話這個天數 那要怎麼算 因為我簡單的方法 其實按滑鼠右鍵儲存的格式 這邊改為通用 有沒有44036 反正他一定會越來越多就對了 那所以他背後是一個數字 減掉另外today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得到所以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 等於 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儲存格這一天 因為他比較後面一定比較大 減掉哪一天呢 減掉today 減掉這個 或者你自己再打個today小瓜 也可以 減掉這一天 打個Go OK 262天 對 所以還蠻快的 距離那個 東京奧運 剩下 時間 並不多 OK 那不過也有一種情況 所以可能回來的結果 他可能就是日期減 日期的話 他也會給你一個日期格式 沒關係 你看到這樣 不用擔心 你就直接 把它按 滑鼠右鍵直接 改回什麼 改回通用就可以了 262天 那其實 日期裡面要算那個幾天很簡單 可是要算相差幾個月 就相對 相對比較麻煩 比如說這些相差幾個月 還剩幾個月 OK 或者相差幾年的話 是比較麻煩 不過如果 假設是算那個比較複雜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就叫datif 待會會講到 OK 好 第一個問題就倒數計時 這比較簡單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針對這個日期 幫我把資料 把它分割開來 當然年 月日 週有四個訊息 如果我要把它分開來 分開來的話 當然你不能說像 之前講的 你把它當文字看待 比如前三個字的話 你不能說擦環數 看起來好像是文 看起來前三個字 那用laps OK 比如你用這樣laps 假設你今天用laps 前三個字的話 那你有把這個當成一個文字的話 你會發現 它回來 其實不是文字 它是一個數字 那你前三個字的話 它回來的不是108 而是437 OK 那所以我要怎麼樣 可以取得我要的這個數字 其實有兩種方法 我把它控制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你把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用什麼 用 日期來看待 如果你要把它當日期看待的話 那你要 至少要學會 四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 就義爾函數 義爾函數 它就抓這個日期 裡面的義爾 年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就month 這個的話就day 這個的話就withday OK 所以我們第一個 假設我用的是什麼 我把它當文字看待 那我把它當日期看待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 所以你可以利用 日期時間函數裡面的義爾函數 這個 義爾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日期 它只會抓它裡面的 這個 年的部分抓過來 但是它一定會是西願延 有沒有 我們看到108 大家如果你要是 民國年你可能要自己在手動 減掉多少 19 11 11 19 OK 然後回來的話 格式不對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再按右鍵 因為我剛剛講過 它減完之後可能會 把你當成日期 所以你就 把它再 出生格式改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月的話呢 你就要學會另外一個叫month 取得什麼 取得一個儲存格裡面的 11月 然後日的話呢 你就要用什麼 顧名思義 day 日期 哪一天 這個過來 OK 5號 不過它不會05 那週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你可以用 顧名思義 weekday weekday 在這裡 然後給它 那retend type 這個可以省略 那不過它回來會是3 你想說為什麼是3 3是禮拜幾 特別注意喔 因為這個weekday 是美國人那邊 他們 計算 一週 順序 的標準 所以喔 他一週 的第1天 是應該 如果美國人的話 一週的第1天 應該禮拜幾 對星期天嘛 對不對 所以1是星期天 2的話呢 那就是星期一 3 剛好3 3的話那就是禮拜二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weekday喔 你不能說 1 2 3 這禮拜三 不對 這個是 美國那邊的觀念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看起來不要是 這樣子啊 你可以講 再格式化一下 在日期裡面找到週期有沒有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週二出來了 OK 所以第1個方式喔 我們是用什麼 用3個函數 year month day weekday 可以把 資料做分割 但是第2個方法 可以把它當什麼 當文字 可不可以啊 不過哪一種方法好 反正你習慣做對都好了 OK 就怕說你 方法很多 但一個都做不出來的麻煩了 特別方法二喔 也就我剛剛講 如果我用laps 前面三個 但你要做前三個之前 你要先做什麼 插入函數 我有講過有沒有 用一個叫文字的函數 叫什麼 叫test 有沒有 如果你不會test 說真的 後面就不用做了 所以我講過啦 在test你要很熟喔 可是我發現很多人對test來說很陌生 那怎麼做 這個好像我們之前有講過 好像 有一個是 補充講那個幾年次的 有沒有 有印象嗎 有有講到吧 OK 我們可以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不會的話 說真的你就完蛋了 做不出來了 你就只能凸法煉鋼 那就 是不是 你要test之前 他會跟你要 兩個資料 一個是你的value 一個是你的format test 那value通常是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你這個資料 那 format test 是一樣指的 你的格式化 那怎麼格式化 特別說 一一請你把這個格式按右鍵 寫出的格式 先點到制定 把這個類型裡面的公式複製起來 為什麼要複製 因為貼到 貼到那個format test 就可以了 所以 複製完之後呢 我們 step 步驟二的話 就是把 把這個地方 插入什麼 剛剛使用那個test 函數 1 把value指這裡 關鍵的地方來了 format test 就剛剛的東西 先加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就可以了 那他主要是什麼 幫我們把 他實際上裡面的東西 轉換成一個字串 OK 那 轉換完之後你再去切割保證正確 OK所以 如果我已經做完這件事確定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要的是年的部分 前三個字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公式解下來 你可以先把 這個 不包含等號解下來 再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laps函數 在laps這邊 然後把剛剛的test貼到這邊 不包含等號 然後前幾個前三個字 有沒有發現 103 按確定 OK 那這邊怎麼做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再複製過 然後取消 放在這邊好了 那只是說我要改一下 我們不能用laps 這邊可能你要改什麼 改用 這邊的第幾個字呢 1234 第五個字 取兩個字 所以這邊你可能要改成什麼 改成mid mid mid 函數 然後呢 從第幾個字呢 從第五個字 取幾個字呢 取 兩個字 所以這邊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0.2 其他都一樣 打個勾 11OK了 有沒有 05的話呢 一樣嘛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這一串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貼到這邊來 然後算一下 應該5 6 7 8 第八個字 所以這邊 5改成8 打個勾就可以了 05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 8 9 10 11個字 取兩個字 11 取2 打個勾 週二就過來了 OK 不過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他 跟上面有一點不一樣 看起來是一樣 但實際上 你會發現他 都 對齊方式 有沒有 我講過 如果他是靠左 就是文字 靠右就是數字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處理的 地方 特別注意 他是文字 所以如果 你要去 把他當數字來看待你可能要轉型 外面加value 否則會 會有產生錯誤的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重點回顧 1 倒數計時 相減就可以 2的話呢 我們用什麼 year、month、day跟 vday 把資料分割 然後再利用呢 Tether Tether Tether之前 記得先把這邊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把這個公式先複製起來 貼到formatted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尤其 你將來要做報表的時候 比如你要把資料丟到樞紐分析表 幫你產生 就是 日報表、月報表、年報表、週報表的話 那你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懂得 把那個欄位給產生出來 所以如果你沒有那個欄位 你要把資料丟到樞紐分析表 幫你產生這個結果的話 他也沒辦法幫你做出你要的東西 所以 樞紐分析表要使用之前一定要記得 你要 一定要有對應的欄位 他才有辦法幫你做出你要的結果 這一點恐怕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剛剛主要用了兩 兩種 不一樣的 這個方法 一個是用 日期格式 一個是用文字格式 其實 兩個結果都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說看你 可以針對不同的狀況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函數 當然啦 比較直覺還是用那個test 就用那個把它當文字看待 只是說文字 如果你要把它當文字 test函數 記得一定要非常熟練 Tist函數其實 這個我是覺得相當重要 但是很多同學好像不是那麼熟悉 不過就是多做 自然就熟了 OK 試一下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做分割 年 月 日 週 另外後面可以自己衍生 像10分秒 10分秒 其實就是 如果日期時間的話 Hour Minisecond 它有 三個對應的函數 有沒有 如果你要把那個 NOW裡面的10分秒抓出來的話 比如HourMinisecond 如果說你要用 切割的話 那一樣啦 反正你就算哪一個字到哪一個字 一樣可以把你要的字 切出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自己在練習 有關時間的部分 NOW的部分 NOW